Layu 聊世紀 天天節目關心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伯格地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這位兩位底尖選手是MBL對上台灣職業選手天空熊 這場比賽我覺得蠻特別的 MBL應該是隨機到了瑪雅人 南美洲文明對上伯格地人應該會激起一場大戰 好 那先來介紹一下瑪雅人 瑪雅人一開始呢 職業會多個異村的關係 所以開局的時候也要蓋一個房子 然後去點下織布技術 讓這個城鎮中區的TC閒置到達0 就是一開始要點織布 然後趕快讓所有的職業去吃這個羊肉 瑪雅人他開局有這個特性關係 所以他的打法有點像是哥哥的人那種打法 他也可以在前期先去搞事 拉個一兩孫去前面設個鹿肉啊 或是去拉個豬搞事一下 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MBL並沒有這樣做 而是要打一個正規的打法 瑪雅人他的工兵單位的造價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瑪雅人主要都是從工兵路線為主 他的步兵是有這個白血老鷹的 血量非常多的老鷹 黃金果 但是這個要到帝王時代才能打 那遇到南美洲文明的 都要特別注意的是這個城堡時代的老鷹爆 雖然瑪雅人的老鷹爆在城堡時代 不像其他文明這麼有殺傷力 像映迦或阿茲特克 威力可能會更強一點 但是以瑪雅來說他還是可以使用這個能力的 因為他的黃金可以採得更久一點 所以即使城堡時代打這個老鷹爆 到了帝王時代還是有足夠的黃金 可以去做轉兵 或是獲取一些操作都可以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伯根蒂人 那伯根蒂人最大的特色 可以提前一個時代研發經濟科技 在黑暗時代就會研發一級伐木 所以蘇拉庫瑪天空熊已經在這個時候 有一百肉的時間點點下了一級伐木了 這樣他的聰明的伐木速度 就會比對手還要快一點點 但相對來說天空熊會比對手還要慢一點點上層 除非天空熊這邊羊肉先不吃 全部先吃鹿肉跟豬肉 那上層時間其實就會差不多了 那這算是一個前啟玩伯根蒂的小小細節 那天空熊的話算是這個部分做得非常好 所以天空熊這邊路一定要全部趕完 不趕完的話他這邊點音機伐木 會拖到自己上封建時代的時間 那如果全部都吃豬肉跟野味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反正他第一隻豬是不是已經吃完了 這是第二頭野豬了嗎 看一下喔 欸好像是耶 哇他這個開局就吃野豬的策略 非常有料天空熊 好我們就去講 那伯根蒂人呢 他的火槍跟火炮都額外增上效果 所以打瑪雅的白血老鷹的話 要撐到帝國時代才可以轉出這個 火槍來反制對手 但是老鷹這個單位是很害怕騎士的 那伯根蒂人呢 城堡時代又有這個重裝騎士可以升級 所以這照理來說 伯根蒂人應該是完全康克瑪雅人這個文明的 但兩邊都是頂階選手的情況下 所以也不太好說 因為這個文明的變數呢 還是有待商圈 這個 真的很不好說 職業選手們的打法 就是非常可怕的 照理來說 會輸的東西都會變成贏的 所以 有可能天空熊 也會經歷一場苦戰 說不定 好天空熊這邊抓到MBL的老鷹 哇這個老鷹只剩兩滴血 好但這邊拖到了 採集資源的時間大概一些些 好這邊十九村點下 村民可以點下風箭實在嗎 可以 OK MBL這邊 TC閒置來到了20秒 時間上稍微慢了一點點 兩邊差不多時間點下風箭實在 MBL是多按了一村 但其實也不算多按了一村 他這邊已經閒置太久的關係 所以事實上應該是要21村點的 但他這邊閒置有點久 不知道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是 剛剛老鷹被射 在控老鷹 所以有點小小段村 好這邊看到MBL 這邊是決定要打這個棒棒開局 棒棒開局的話 瑪雅人的一個特色打法 我覺得算是前期的這個野味 可以吃更久一點 會稍微有優勢一點點 那這邊是打4棒棒 那應該是賭定天空熊 這邊是會先精神經濟科技 然後會轉一些防守式的打法 那這邊是天空熊決定是打一個4點場 忽然是打防守式 因為你去點這個經濟科技的時候 雖然有這個折扣 但是前期的資源銷量還是蠻大的 先打防守的話 還是會對博恩帝來說是一件好事 好 MBL往後面繞了一圈 但是都沒有發現有洞可以往前走 天空熊在下面這邊繼續偵查一下 看有沒有從後面過來 好這時候MBL終於發現 欸這裡後面居然都圍好了 天空熊這邊也在圍 趕快圍個房子 哇來不及敲下去 天空熊這隻村民會被卡死嗎 哇這一刀沒出去 MBL錯失兩階 天空熊順利躲回城市中心 好這裡裝甲步兵趕快圍 這裡有洞嗎 看起來沒有 左邊也是 哇這個高地斜坡的地方很容易會 忘記有洞 好這時候天空熊已經開始在挖金礦 這裡村民稍微反擊一下 把塵血拉走 第一時間擊火掉了一隻裝甲步兵 天空熊這邊用村民反擊裝了步兵的打法非常的nice 後面趕快收村 OK不收 天空熊這邊是讓村民慢慢走 MBL沒有打算要繼續深追 哇結果這一波是 瑪雅人MBL這邊是有點小虧了 四隻裝甲步兵 但是騷擾到的東西並不是非常足夠 而且還被城市中心射掉了血量 血量非常的慘 甚至用肉碼也打得贏 哇 天空熊這波防守的非常漂亮 好但是瑪雅人這邊是用四隻裝甲去爭取時間 好可能是想要轉老鷹了 也沒有下射箭場 而且這邊是灑了非常多農田 難道MBL這裡本來是想要轉一個一波黑跳城嗎 好但是下射箭場了 下射箭場就不是黑跳城了 通常阿拉伯的黑跳城打法都要先把家裡維持 而且要天土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去打黑跳城 所以黑跳城這個戰術 基本上在天梯已經是被淘汰的戰術了 以前在HD時代的時候是相當熱門 這個黑跳城戰術 因為以前土很容易會出現那種很好的圍圖 阿拉伯的情況 但現在阿拉伯的地圖有做調整 所以不太會有那種奇怪的圖出現 好現在阿拉伯還是有一些水池 好那我們繼續回到比賽中 那現在看到這裡 老鷹三隻 當這裡少量的工兵單位 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那阿拉伯補下了兵工場 但是待會點完城堡石彈 要馬上補下一級的步兵鎧甲 唉唷這邊果然看到弓箭手過來 臭名第一時間反擊 殘血的臭名趕快拉走 這裡趕快低調 沒有山荼 稍微繞了一下路 好這裡趕快去追 三隻老鷹能追得到嗎 是 好前面的 刺猴來偵查一下 看一下有多少兵力 好全部躲在這裡 瑟瑟發抖 但是有一隻毛兵出來了 OK那這裡應該是很好解了 好後面的毛兵來救一下 用老鷹把B推回去 封建時代勞鷹傷害算不高只有4點 刺頭的話是5點 那時間來說的話是50滴血 所以打刺頭的話 其實也不是到非常劣勢的 算是能打 他唯一劣勢的地方 應該是移動速度稍微差了一些 好那瑪雅蘭這邊點下了城堡石彈 以及農艇也補下了 滾的速度非常早 十七分鐘點城堡 這個城堡時代時間很早 看一下這邊 青雄是決定打了二級農田 跟挖金技術 有要挖石頭嗎 沒有挖石頭 就是打馬上青裝兵的 那以伯根地人來說 打重裝騎士 可能會更適合打瑪雅 因為重裝騎士是多2點傷害 打老鷹是超級超級痛的打法 而且瑪雅的生旅也不是那麼的厲害 所以 一般來說 打瑪雅人來講的話 生旅 不用太去防 但還是可以稍微想一下 該怎麼打 如果這個 天空熊的騎士真的太多的話 MBL還是可以轉生旅 但電王時代要繼續打生旅 就有點困難了 而且沒有就俗思想 好這邊老鷹飛進去 看一下 衝進去之後 老鷹能賺到一些事情嗎 好 這裡天空熊再次防守 圍了三個墓區 這個搖八萬 八十青的木頭 這裡再圍房子 可以 這裡天空熊手速很快 還在圍還在圍 上面這幾隻村民 有來得及圍嗎 趕快敲趕快敲 喔這裡有洞嗎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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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熊祝後這裡 木牆也敲了起來 哇哇哇哇 天空熊這個手速 不得了 哇天空熊這裡沒有圍死啊 哇 最後還是被抓到了一村 那升到城堡 現在的老鷹會變成鷹刺 這個血量變成7加0 傷害變7加0 直接加3點傷害 傷害是增加非常多的 好 天空熊這一次先補下了一級的騎兵鎧甲 想要增加一點坦度喔 因為老鷹的數量很多喔 很容易就淹過了騎士的數量 所以騎士這邊點下防護率的話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並不會太差 這裡繼續貼 貼著打 這裡抓掉了兩隻 不詐音很高 基本上騎士是克制老鷹的單位 所以只要增加存活度的話 用基本的傷害值 打老鷹也是特別快速的 這點下跟蹤技術 這樣追老鷹的速度就更快了一點 這裡拉了一隻騎士 去解決野外的毛病 但是MBL已經鬼轉3TC了 利用這些鷹刺猴 爭取到非常多的時間 讓天龍熊沒有辦法第一時間開農 那這裡也是補下修道院 就算不要去解生物了 那博光帝葡萄銀罐技術 大概約每20個農田 就可以獲得一個生物的採集 所以博光帝人這邊只要拿到一兩個生物 到了後期 通常會有五生物的黃金跳亮 所以至少拿到兩到三個會比較好 好 那MBL這邊應該也要趕快轉出生旅欄 對方已經按出這麼多的騎士了 果然點生旅也是怪怪的 但天龍熊這邊刺頭已經在偵查 有看到修道院 看你的生旅會不會走出來 如果走出來的話 我就用我的清洗兵給收掉 但是MBL很聰明 他知道外面有鬼 應該是有看到 果然把生旅往後拉 也沒有往外派 放在家裡做防守而已 天龍熊這邊就有減生物的優勢了 騎士大會可以再出去往外逛一下 看到對方沒有主動攻擊 天龍熊也是很安心的開下了3TC 沒有意外的話 城堡實在並不會大打出手 先稍微快進一下 那目前是MBL 61村 對上天龍熊50村左右 賞民宿大約差距14村 好像有點多喔 攻擊地人 先點下了輪軸技術 MBL也差不多點 67村左右 槍根手這邊還賺到了一個60木頭的農田 補下了神聖思想 兩邊都是補下了僧侶的科技 邁亞人這邊是直接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可能還要再開弄的意思 4TC有機會補下 通常這樣打 繼續開TC跟按生侶 會比較適合這類的打法 但是MBL這邊好像是要來打 強軍士了嗎 槍兵生侶 然後再前置BK工程七製造所 打佛石車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哇 這邊還點下贖罪思想 看來是要來遭享天空熊的生侶囉 看來是要來遭享天空熊的生侶囉 好 趕緊稍微防守一下 出門死要開4TC嗎 還是要來壓城堡 看來是要來壓城堡了 不開TC是打算來壓堡 這裡是新奇兵天空熊抓到 天空熊這邊 四猴被收掉 看一下這邊蓋堡能不能成功 MBL蓋堡 但是天空熊轉出了奴兵 然後從這邊高打低射掉生侶 這邊下面還是有少量的奴兵 在射擊 但是MBL直接招搶奴兵 把奴兵給招搶掉 但這邊一招搶奴兵的話 騎士就可以無法無天囉 騎士看到自己的奴兵全部叛變 直接趕快追上去 衝撞這些生侶 把生侶全部收光了 MBL這邊蓋堡失敗 連倒特堡都沒蓋出來 但是這邊有非常多的重裝長槍兵 在追逐的騎士 MBL決定在中間蓋一根堡 補下老鷹 居然槍兵 後面繼續補 這裡按更多的重裝長槍兵 跟老鷹出來擋 這邊村民可能會被射掉一些 天空熊也是在附近蓋了一根堡 想要守住正面的門面 這邊補兵數量開始起來了 只要射一發就可以射掉一隻槍兵 還蠻賺的 但這邊城堡也蓋好 兩邊同時尖蓋起來 MBL這裡沒有拿到太多的優勢 反而是天空熊點下帝王世代升級 天空熊這邊斷春升級 是不是有料 看起來很有料 這邊TC顯示來到了3分55秒 那蠻雅人這邊要怎麼打呢 先爆老鷹壓制嗎 現在重裝長槍兵可能會被收光 老鷹的二級步兵鎧甲還沒有點 這裡要考慮先點二級步兵鎧甲嗎 但如果點下去的話 帝王世代會離得更遠 好 這裡打算沒有要上了 先把這根箭塔蓋好 好 喔喔喔喔喔 要蓋好了 最後點掉一些村民 MBL這邊打的算是 偏沒那麼強軍事 本來想要壓過去一波 但結果被天空熊的奴兵預判了 這個奴兵轉得相當精彩 要是一般人應該是被秒殺蓋寶 但天空熊一定預測到對方槍兵很多 趕快補了這麼多的奴兵出來 可能是我偵察到 剛剛沒有看到天空熊偵察到這邊的細節 天空熊在下方補到第四個城鎮中心 MBL也補下了第四個城鎮中心 也是4TC開弄 兩位都是4TC 但是天空熊的地龍時代會更快一點點 但不問題了 這邊轉出來的東西是馬上清裝兵 馬上清裝兵要來這邊騷擾 但MBL轉出來的東西是羽毛劍射手 羽毛劍射手這個東西雖然跑得快 但是傷害也比奴兵少了一點的傷害喔 這個強奴 所以MBL要打出羽毛劍射手的話 這個城堡數量要再多一點 量產會比較快 MBL這邊是決定打老鷹嗎 還是要配槍兵 配點槍兵防守還是比較好 天空熊補下了化學跟巨型投鼠機的生產 最終還是要回歸火槍路線 不穩定的火槍真的是蠻痛的 好 這邊應該也可以招想到喔 好 兩隻招到 好 但馬上清裝兵過來 兩拳一刀 OK 上面高打敵 收掉身上的馬上清裝兵 MBL這邊電王是在剛好升級完 但是巨型投鼠機已經開始在攻城了 第二台出來了 MBL這邊反制巨型投鼠機的方法 只有老鷹可以解 不然也是用巨型投鼠機去反制 那MBL這裡是沒有補下巨型投鼠機的升級 還是要補個攻城七隻招手 轉個大衝撐 好 下方的老鷹開始防守 但是這邊老鷹要打贏馬上清裝兵是有點困難的 對人家體質本來就比較好 而且地下傷害非常的高 好 MBL這邊補下精銳老鷹 天空熊直接補了遊俠升級 那伯恩帝人呢 馬舟科技是半價的 重裝騎士還有遊俠都是半價 這裡只要七百多肉 就可以點下遊俠升級 這裡遊俠一出來 MBL就不好打了 因為瑪雅這個文明本身是個攻兵國 打遊俠真的要靠騎兵跟神力才能打 羽毛劍射手的話要打很久 所以MBL這邊是暗了一隻羽毛劍射手 沒有再繼續出了 反思轉出了老鷹 激烈老鷹升上去 這邊重裝騎士想要反打回去 反思這邊還有槍兵 好 奴兵被收光 這邊老鷹反擊回去 殺很高 但是MBL馬上補下了黃金國 好久不見的黃金國 天空球能夠用遊俠反擊嗎 這裡有火槍 看到火槍只能退了 博恩帝火槍很痛 21點傷害 再加10點的破兵額外增傷 剩下大概會有30幾點傷害 應該是20幾點 或是要防衛的話 白血老鷹 扛遊俠 還是有點難扛的 因為遊俠是160滴血 萬地不是180 少的品種還是差蠻多的 這邊激活收掉一隻遊俠 第二隻應該是沒機會了 看一下主編 羽毛俊射手 第一時間收掉兩台巨型頭C 不是羽毛C 這個老鷹收掉兩台巨型頭C 下方的部分是遊俠 開始往下衝 這邊想要來挖MBL的黃金 但是 這裡是人家的城鎮中心啊 天空雄不管 地圖暗暗的 看著黃金 就去蓋彩晃的地 這是一個好習慣 但是這邊看到了 應該要趕快撤了 快去挖後面的礦 好 邁亞人這邊要趕快補下 攻擊力的升級 二攻還有35秒 槍兵要先補下嗎 但如果這邊補槍兵的話 是很難追到遊俠的 這裡趕快補下三攻 才有機會打得贏喔 這時候 伯根地人點下了銀罐 伯根地葡桃園 上方也是一個桌線 巨型頭C直接被弱馬拆除 這裡有一坨老鷹過來想要拆巨型頭C 後方的火箱開始輸出 下方的遊俠這邊開打 這時候MBL補下了三攻 這邊高打低 天空雄優勢非常巨大 遊俠要打贏這坨老鷹 完全不成問題啊 但天空雄也不能照進 現在上方也在交換當中 MBL上方的老鷹損失了非常多隻 老鷹對上遊俠 這個對決相當經典 遊俠還會被老鷹反擊回去嗎 沒有三攻的老鷹是不可能打贏遊俠 雖然有三攻也是打不贏就是了 但是以數量壓制來說的話 就不好說了 在MBL這邊要盡可能的 囤積這個數量 四量一多了就有機會打得贏 這邊先來亂消後面的礦 MBL應該是有看到 上方這邊防守做得很好 但是把這命圍起來了 而且還有老鷹在做防守 MBL這邊想要做一個多線操作 盡可能的收掉天空雄這邊的村民 這邊的老鷹直接上場應戰 但三攻已經好了 三攻好的老鷹 輕騎兵是打不贏的 而且這裡還沒有品種 血量非常低 這邊用老鷹直接衝鋒 第一時間收掉一台巨型透視機 但是後放了城堡已經被打掉 第二台也收掉 大概有三台巨型透視機還在打 這邊留下趕快回來救一下 這邊老鷹的騷擾應該是告一段落了 但是也被天空雄 成功拆除一掉城堡 那第二根城堡能夠守住嗎 高打第三很高 MBL有要修理的意思嗎 看起來是沒有 右邊的老鷹開始反擊 輕騎兵回去全部收乾 MBL這時候補下了疾兵的升級 看起來還是要補些槍兵來防一下 一直在用老鷹跟換遊俠 其實是有點虧的 這邊巨型透視機應該要被拆除了 下方遊俠還在焦灼當中 博文帝人天空雄 黃金數量一定不太夠 這塊金要省得點用了 要反而補一些黃金 把村民來挖一下黃金才行 下方這坨遊俠很關鍵 天空雄能不能用這坨遊俠做到一些事情呢 但這邊圍了非常大的一塊距離 這邊要把村民放出來 直接繼續圍 但是這邊直接打破城牆 但這裡的槍兵已經過來了 天空雄再次上了高地 想要再從高地衝鋒嗎 但下方這裡村民來不及圍 應該是要讓遊俠跑出來了 這裡槍兵開始聚集起來 博文帝的遊俠開始有點難以騷擾 這裡又有一對老鷹過來 想要抓下方挖石礦的村民們 但天空雄這邊收出很快 下方還尾了一些大石牆 邁亞人這裡補下來戰毛兵跟三級射 想要轉個戰毛打下火槍兵 這邊開始丟進去 少量遊俠加火槍過來解一下 這時候邁亞人點下了銀罐 胡爾切直毛兵 讓邁亞人的戰毛 第二發的毛兵 會有一次頭兩隻戰毛的效果 都把他稱為雙倍戰 最新手西這邊潛壓 天空雄這波感覺是有機會一口氣拿下來的 槍兵上前應戰 先騎兵上前偵察 偵察結果是直接被槍兵給戳爛 但沒有關係這不是遊俠 天空雄這邊防守開始做好了 遊俠開始慢慢也爆了出來 這時候邁亞人彈道學三級的工兵鎧甲 也升級上去了 工兵全滿 拇指環也升 歇齊兵開始到處騷擾了嗎 這邊家裡想要圍 但是這裡只有少量槍兵過來防守 邁亞人這裡化學之後補下了 OK 感覺待會要打一波了 火焰地人這時候打出了 革命 天空雄這一波革命很關鍵 我覺得可以 一口氣帶走MBL 很有機會 天空雄這一波革命能不能順利拿下呢 現在兵力是197 天空雄這一波革命很關鍵 蠻好人家裡有點被鬧到 現在被肉馬鬧到有點煩 但是待會要遇到大量的民兵 MBL 看到民兵會投降嗎 哇 這裡民兵過來 怎麼守只有槍兵 槍兵只能打遊俠 而且戰寶兵也打不贏民兵 民兵這邊正面衝鋒 每一隻民兵都有自帶11加4的傷害 每一隻的傷害都比老鷹的傷害還要高 老鷹只有9加4 13點傷害 怎麼打怎麼輸啊 老鷹絕對不能打正面 怎麼辦 但是瑪雅人這裡又沒有弓箭手 羽毛劍射手的話 才可以有效阻止這裡的弗蘭明明兵 但弗蘭明明兵現在是沒有敵人 想戳誰就戳誰 你有大戳戳 但是我有明兵 明兵一波 搞定對手 NBL 這裡應該是一波早了 劉霞這邊也是往前A 應該就結束了 但天空熊這邊想要等一下攻城系 還有後面的弗蘭明兵繼續進攻 這時候瑪雅人要轉出弓箭手不太可能 城堡全部掉 羽毛劍射手也不可能量產出來 這邊要轉出弩兵的話 黃金非常的稀缺 黃金上面這個礦也被拿走了 所以現在家裡只剩下垃圾兵可以打 難道要用一堆垃圾兵磨掉天空熊的經濟嗎 這是有可能辦得到的嗎 這應該不可能吧 好 這邊兵分散路 一波上面一波下面 NBL大量垃圾兵夾住家裡 想用老鷹突破崇尾嗎 但是天空熊的正面 絲毫沒有鬆懈 扛住正面 巨型頭死機慢慢拆 加上游霞繼續扛正面 有打正面的情況下 他就可以進行的應戰 但是後面佛蘭敏兵 逼迫老鷹上前應戰 但是上前應戰結果是老鷹越換越虧 正面的游霞也是一波衝刺 大量槍兵跟戰狼兵開始進行最後的反擊 但是游霞直接突破了槍兵的正面 後面戰狼兵也是沒有辦法擋住 這一波的游霞衝鋒 游霞衝鋒加上後面佛蘭敏兵的雙重夾擊 NBL最後打出了聚集 恭喜天皇熊拿下比賽的勝利 天皇熊這一波打得很nice 完全知道NBL沒有打封兵 就是打一個步兵加上這個 戰狼 戰狼兵應該是有預測到 但是弓兵的話應該是 完全 不會料到的東西 NBL出了這麼多老鷹 黃金國三公三房多點 要轉出奴兵這次不容易 那天皇熊應該是有看著這個實際 打得非常漂亮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拿到了大約2000多的資源 天皇熊這邊經濟是非常優秀的 哇還拿到5勝5 對 那這邊是5勝5 3924 我們經濟非常多 那軍事方面只是拿到1.77的KD 後來瑪雅人遇到博恩帝人 確實是不太好打的 NBL這邊沒有打攻堅手 也是因為考慮到了天皇熊這邊有優俠的關係 所以轉出攻堅手來說的話 是不太好去反制優俠的 所以這個遊戲 節奏真的蠻重要的 NBL這把節奏完全被天皇熊給帶著走的感覺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忙的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現在刷案的影片